而台灣大哥大呢 今天召開了股東會 董事長蔡明星 對於自家的4G服務相當有信心 還當場示範了4G上網 但是呢 電信業者呢 被質疑大量雇用派遣工一事 蔡明星說呢 主要是因為客服部門流動性比較大 如果是流動率比較低的部門 大多都是政治員工 已經出來了 你看這個download就 應該只有幾秒鐘的時間嘛 直接拿出手機 示範自家的4G網路速度有多快 看電影還不夠更開放現場點歌 台灣大哥大董事長蔡明星 對於自家4G顯得很有自信 啊 不錯哈 柴可福斯基 而握在手裡的手機 好像有點眼熟 蔡明星大方透露 就是HTC的產品啦 除了大方給出高評價 還向王雪鴻喊話 要當HTC的代言人 這支不錯 這支蠻清楚的 跟王雪鴻講一下 付我100萬廣告費 幫他代言M8 有形下有形下 四巨大戰開打 各家業者紛紛找尋合作盟友 台灣大雨遠傳已經談好 幻屏敲定6月簽約 隨即開始建設1800MHz頻段 預計10月啟動 我們希望在10月底以前 能夠在1800也能夠開台 我們跟他會差不多同時啦 對 我們就是希望講得保守一點 談到電信業者被質疑大量雇用派遣工 其中台灣大客服部門也雇用了四成的派遣工 洞上蔡明星澄清主要是職務流動性的問題 我們派遣的應該比較多會是在電話的服務上 客服啦 對 其他的部門應該大部分都正直 流動性比較低的部門 我們大部分都是正直 股東會通過發放5.6元 現金鼓勵配發率97% 蔡明星強調就殖利率來看 台灣大表現還是業界最優 有點TV五家一王家鴻台北報導